说到这个自动驾驶 我看到和平先生马上脸就亮了 这个我呢还是两条腿走路 但是和平先生呢 已经是特斯拉的车主了 但是啊对于特斯拉的发展呢 和平先生其实颇有微词 来讲一讲 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你先挣点小钱 对吧 然后再去做伟大的事业 就有点像中国有一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王健林对吧我先定一个小目标 定一个亿 对吧我再来定一个大目标 你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吹牛的思路 那么这个 画大饼的思路 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小小的一个亿啊 小小的自动驾驶对我来讲还是很困惑的 我是第一代这个特斯拉一出来我就开始驾驶 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爽为什么呢 你打开的东西到他你就不理他了 对吧甚至有人还跑到这个车后去睡觉 那我在车上也看到偶尔有人看到这个拿着报纸在看 就是就是车就自动开了 但是很快就发现 几年像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吧 开特斯拉越来越多 但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 可是越来越差 因为它限制性的条件越来越多 你多少秒钟你就不能离开这个 驾驶盘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说你这个小目标是小目标 对我来讲 好像为什么这个最近几年的自动驾驶 进展其实非常缓慢 到底卡在什么地方 到底有什么前景 尤其像李奇这样的人 其实比我还急迫 因为我至少还有驾驶证嘛 他都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有驾照 对吧 是李奇是应该尽快去考个驾照 还是等几年自动驾驶就解决了 我这一辈子就不用开车了 请回答 OKOK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就是高级的自动驾驶 就我刚才说这个L4自动驾驶 它确实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可是它的难点在哪里 就是 难点实际上在于 你对这个 reliability 就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就是你如果 只有99%的时间 你是可以自动驾驶 剩下1%的时间 并且这个1%的时间 它可能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random的来一下 就是说你100秒里面 你可能 第一秒的时候 给你来一下 或者说 也有可能第99秒的时候给你来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 L4的这个 商业模式是跑不通的 就L4的 最大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什么 就是 那个 所谓叫robot taxi 就是 机器 这个 怎么说 机器 出租车 出租车 怎么翻译来 出租车 对 就机器出租车 它的好处就是 它比人 人类的出租车 成本要低很多 对吧 但是假如说 你 平凡的需要这个 你人去干预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这个 自除掉这个人类驾驶人的 那你就不赚钱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 做出这个 这个业务 你必须要保证你这个 出问题的这个概率 小到一定 比如说 0.001% 那剩下的这个东西呢 现在的技术是说 你找一个remote operator 就是它可以远程的 这个通过一些软件来接管 就是你开到一个地方 你开不下去了 好 这种情况特别少的 我来接管一下 让它继续开走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 技术上来讲 最关键的点 其实这个 自动驾驶 它主要卡在哪里啊 就它其实 大家想一下 就你要实现一个自动驾驶 你其实 关键的是需要两步 就就比如说 我们人怎么开车的 对我们人首先 长了两只眼睛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 这个周围有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perception 就感知 你需要知道 你相对于周围那些障碍物啊 然后包括 别的车啊 别的行人啊 这些智能体的这些智能体的这个 相对位置 这个首先是很重要的信息 然后这一点呢 在深度学习出来之后 大概在1516年这个 有很多这个研究论文 这个做了这些 所谓叫object detection 就物体检测 还有物体的这个定位 就相当于别的车在哪里 这个已经能做到这个 就精度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 感知方面的问题啊 基本上已经算是可以说是解决的 可能唯一存在一些 这种所谓叫long tail 就是你碰到一些 之前没见过 就比如说之前特斯拉 他那个撞车是什么原因啊 就撞到一辆卡车上面 就因为这个卡车的 他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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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系统 他误把这个卡车的这个 白色的这个 侧面给当成了一朵云了 那他就撞上去了 就这个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这种 情形非常非常的 小 而且他是有办 他有很多其他办法解决 就比如说你加一个 那种叫做雷达 就这个雷达 他就可以知道 哎你前面有没有障碍物 那你虽然这个在你这个 用你这个 相机这个camera 你看不大出来 这个深度学习系统被骗了 但是他很难骗到你这个雷达 你把这两个 传感器的信息给融合一下 你就发现 我还是能够比较 所谓叫robust 就稳健的来 这个知道 天面有没有障碍物 所以现在其实 高阶的这个自动战略 他最大的难点在于 所谓叫planning 就路径规划 也就是你知道了周围有什么 然后你决定 你要怎么打方向盘 你要怎么打踩刹车 你要怎么踩油门 你要不要打转向灯 这些东西 然后 这东西之所以 困难的原因 其实这个本质上的原因啊 是因为 自动驾驶这种高阶的自动驾驶 他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在 解决说 呃 人类是怎么开车的 那人类怎么开车 这个为什么难呢 原因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再做一个思想实验 就假如说你这个 路上 没有什么其他车 没有什么行人 只有你一个人 你会 会不会开 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简单啊 就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要这个闯红灯 当然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红灯 都无所谓了 都没有人了 那你就随便开了 就没有任何的 风险 所以这些自动驾驶公司 他们这种情况 他们是最喜欢的 所以大家发现就是 呃现在一些公司 比如说那个Pony到在AI 就选码置行啊 他在国内那些 嗯 比较就不拥堵的路段 就人比较少的 比如说广州南沙 就离得特别远的地方 他已经能开得很好了 但是在那些拥堵的地方啊 他不大敢去 demonstrate 然后像 像美国这边的维莫和克鲁斯 他们 就说我们要把这个 San Francisco这边给做出来 因为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难做 那么他们对投资人的这个承诺 就是说 哎呀我们一旦把San Francisco 做出来 那我其他地方不是随便做吗 那他们现在把San Francisco 快要做出来 但是呢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就你San Francisco 做出来并不代表说 你能很快就把这个 同样的这个 solution给apply到 比如说New York City 这这点是 以目前这个技术路线是 很难做的 就原因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目前的技术路线 我觉得 它根本原因是 它走 它的方法论有点问题 就目前是怎么做的 目前是这个 你针对一个场景 你去写一套规则 或者说你把它给 这个 formulate 成一个优化问题 就你有一些这个 所谓叫 损失 还是就有点像 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一样 但是呢 它不是 Machine Learning 它是 把它做成一个优化问题 然后你去求解这个优化问题 但这边你就会发现 你要分析一下这个优化问题 或者说你要写出来这样一套 这个规则的话 你必须要 所谓叫 去抓取一些叫特征 也就是说这个场景里面 有哪些东西 就比如说 那边有一个 这个stop sign 这就是一个特征 又比如说 我离这个前面的这个 人心横道线 有比如说三米 这个也可以当作一个特征 但这些特征呢 它这个 目前的方法是 没有一个这个 办法来 直接去学习到 哪些特征是 你所需要的特征 哪些特征是可能 比较irrelevant的 就不相关的特征 就比如说你这个 camera里面 你看到旁边有棵树 然后这个树上 这个叶子是长的 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叶子 对于你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 如何驾驶 它是完全irrelevant的信息 就你没有一个 特别好的方法来学习 哪些信息是最relevant 哪些信息是irrelevant的 所以这个是 它目前的存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像这个 我们在AlphaGo 出现之前的 做法有点类似 它需要 是这个人为的 去设计一些 这种所谓叫heuristic 来通过这些heuristic 来设计出一套 如果 那我们发现 这样的方法 其实是 不大scalable的 就当你这个问题 一复杂 你人没有办法设计出 一些特别好的 这个heuristic 或者说 我在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 我可能 花了这个两三百万 两三百亿美金 这个找了一大堆 这个最优秀的 这个工程师 我这个handcraft的一些 很好的这些 这个heuristic 但这些heuristic 它 是所谓叫overfitting to这个scenario overfitting就是说过你和 就这个是深度学 这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 是只能用于这个场景 你San Francisco 你有这么多 上坡下坡 还有这种 很多可能加州特殊的一些 这个 这个路况 对吧 你在纽约可能是 不大一样的这个路况 那你就会发现 你现在 开发的这一套 解决方案 你直接拿到纽约去 它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下子可能 比如说降低十个点 这个 这个是我下说的 但它一定是这个 直接放到纽约 是用不了的 所以那个 那这个 这套模式要跑通的话 你必须要保证说 我在San Francisco这边 develop的这个 解决方案 我能够以比较可控的 一个成本 比如说原本的 10%的成本 在纽约就能跑起来 然后你看纽约跑起来 你可能 再以这个 纽约成本的10% 也就相当于 San Francisco的1%的成本 你比如说放到波士顿去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 就大家知道 这个等比技术 你加起来是收敛的 对吧 你这个 相当于你的 这个研发成本 是可控的 那假如说 你不是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 这个研发成本 就发散了 你这个研发成本 等于无穷大 那我这个 投资人 这个 投进来干嘛呀 你最多 这个自动驾驶 也就是一个 外益规模的市场 我要投入一个 无穷大的这个成本来 得到这个外益规模 这个收益 这个明显 这个投入 这个 这个比不上坦出 那我就不会投资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 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们是可能是 最有希望 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批人 原因是 我们是相当于是 这个 Deep Learning 这个世代出来的 这个PhD 所以我们对 这一套Deep Learning 它的这个能力 以及它的局限性 是最有了解的 并且我们 现在也有比较 这个 就至少 肯定是我自己的 一个 一套技术方案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吧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